江西少年胡新宇的失踪案大家看了没啊 我说完整个故事之后 简直不敢相信 里面那些离奇的细节 居然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OK 我们先从头说起 10月14日 江西上导是千山县志远中学 15岁的高音男生胡新宇 离开宿舍楼之后 去教室上晚读课的路上失踪了 校内监控显示 胡新宇最后出现在宿舍楼外面的影像 是当天下午5点50分 宿舍楼到教学楼之间不到100米 中间的监控盲区只有10几米 胡新宇就是走进那个监控盲区之后 再也没有出来过 他失踪的时候 身份证 电话手表和全部现金都在宿舍 没有找到的只有一支录音笔和校园卡 之后啊 家人 学校以及搜救队 把整个校园翻了个遍 连水池和化分池都抽干了 也没找到他 另外一边 学校是封闭管理 除了大门 只能够翻墙出去 搜查队说 围墙那边没有任何翻墙痕迹 甚至清台都是往好的 警方查了 当天晚上离开学校的车 有13辆 但都没有发现异常 胡新宇的舅舅说 我们感觉很离奇 公安局甚至把人脸识别 这些高科技都用上了 还是找不到任何线索 其实 整个案子看下来 何止离奇能形容啊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件事情的已知条件 从头到尾看起来 都是一个不可解的题目 我们来看这四个条件啊 第一 刚好人是消失在十米盲区 第二 监控没有拍到任何疑点 第三 没有发现翻墙痕迹 第四 进出车辆已经排查了 没有问题 事出反常必有妖 既然人不可能凭空消失 那上面四个条件 必须至少有一个不成立 我们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 这个题目就有解了 首先 如果没有翻墙这个点不成立 胡新宇是翻墙出去的 那么他就是自主外出 早就被向外的监控拍到了 而且他啥也没带 这种可能性啊 很小 所以我觉得 另外三点不成立的几率比较大 也就是说 可能人不是消失在十米盲区的 可能监控在其他地方拍到胡新宇 只是被删除了 可能进出的车辆有问题 只是还没有被查出来 如果这样的话 整件事啊 一下就顺了 但就指向了一点 胡新宇是被迫失踪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什么原因会让人对他下手 目前他家人没有想到任何仇家报复的可能 他父亲是个搬运工 母亲是个保姆 也不至于被人盯上绑架勒索 另外啊 他只是个未成年的高中生 被骗到什么地方 去洗脑交纳会费的可能性也不大 那就只剩下了学校这张关系吧 目前老师和学生们都没有发现 他和谁有啥大矛盾 那他身上还有什么价值 值得让人把他弄走呢 而且让他在学校凭空消失 要么就是非常了解学校的人 要么就是有周详策划方案的人 凶手估计此刻啊 也在刷新闻 我想对他说 如果你看到这儿了 赶紧自首吧 现在全国都在侦探这个事儿 你绝对跑不掉的 虽然我只是个小博主 但愿意为胡新宇被更多的人关注注力 还有一个细节啊 胡新宇的家人在发启示的时候 明明白白的指出 他们找的专业人员发现 学校的监控有被人动手脚 胡新宇的舅舅说 教室和宿舍楼的监控都被清空了 校方表示 那是因为监控视频一天就覆盖了 这点我有点不明白啊 正常来说 监控的储存时间都在七天以上 OK 就算你们学校特殊 可在胡新宇失踪的当天晚上 学校就引起了重视 并且通知了家长 但你们却任由重要的监控资料被覆盖 这科学嘛 而且咱们有懂行的朋友评论区说说嘛 这种情况能不能通过硬盘恢复的呀 关于这件事儿 还有很多细节 比如那时穿起整个世界的录音笔 胡新宇和妈妈的通话 她缭乱的笔记 以及那份验血体检名单 还有个自称是梦到了整个故事 却被很多人认为是偷偷爆料的知情人 我们下期啊 接着分析 绝绝 决于 垂直 绝绝